画面上是基隆市选委会举行第十一届区域立委选举号次抽签 在选委会主委方定安的主持下 家庭基本收入立委候选人邱少佑抽到一号 五党籍黄洁阳未到场由选委会主委方定安代为抽到二号 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谢海经抽到三号 五党籍的王醒之抽到四号 国民党林佩祥抽到五号 民进党的郑文婷抽到六号 针对于今天没有到的二号黄洁阳 因为没有到一规定 我们就是由主任委员 也是本人来代抽作业 以维持我们整个的抽签作业的运作的一个顺畅 抽完号次的团队阵营 各自喊出吉祥话为候选人助阵 除了蓝绿两党之外 比较少在媒体曝光的候选人 也把握机会争取选民支持 欧巴桑联盟多元国会 照顾多元社会 我们刚好欧巴桑跟三号 就是有一点谐音梗的感觉 那我觉得三号是非常适合欧巴桑的数字 我也是基隆市第一个这么年轻参选 我27号27岁参选的候选人 对那我也会就是在剩下的这个选战的造数几天 努力的让大家让基隆市民知道我们欧巴桑的理念 然后也让基隆市民知道我们欧巴桑这个政党 然后我们基隆市有更多元的选择 可以让多元的声音进到国会里面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我在想的就是说 如果当选之后能够对大家 对人民能够 就是怎么样提升大家全民生活的福祉 这个比较是我关心的对 那抽签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接下来还是要努力 努力奋斗救中国 三民主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万岁万万岁 另外五党级立委候选人王醒之的团队 也到现场加油 比方说我们到去年为止 都还在买别的县市退下来的二手公车 来作为公车 或者是我们的营养午餐 希望能够要比照双北 这些经费的来源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都必须要仰仗中央的 看中央的脸色 仰仗中央的鼻息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 以及不健康的地方政府财税的状况 所以省之主张 直接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件事情也是过去三十年来 基隆所选出来立法委员 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要即刻提出 立委号次抽签顺利圆满 声量最大的蓝绿阵营 也出发各自扫街 为候选人造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